次政吉拉、央珍和米麻是来自西藏之喀泽市拉兹县曲马村的同胞三姐妹 自2009年,他们先后远嫁到西藏阿里地区扎达县迪亚乡 成为迪亚边境村庄数百名村民中的一员 近日,记者从拉萨乘车一路向西,经过2000多公里的翻山越岭来到了迪亚乡 再从乡里经过一段陡峭的盘山路走进迪亚村 此时,拉兹三姐妹站在村头等待记者一行人的到来 眼前的她们是迪亚山谷间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迪亚乡地处扎达县西北部 因其海拔堤气候宜人被誉为阿里江南 迪亚村的海拔只有2950米 距离三姐妹的家乡曲马村有1200多公里 虽然迪亚村距离渣达县只有280多公里 但沿途沟壑纵横 车辆行驶在山顶与峡谷间 可以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记者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来到迪亚村 在这里果树林立,桃花争宴 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当地盛产的核桃、杏子、苹果等远近闻名 记者得知 三姐妹曾为了修路来到迪亚乡 后因为她们需要守护的爱扎根边境 如今迪亚乡的公路通到了村民家门口 迪亚也让三姐妹收获了爱情和生活的甜蜜 杨真说,带动全村人共同致富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三姐妹感言,十余年来 她们看到了迪亚乡的变化 享受到发展成果 未来,她们更希望与所有迪亚人一道 守护好边陲美丽家园